啟德郵輪碼頭過往被批評欠缺特色 正值郵輪海洋光譜號 將搭載4,500名旅客在星期六再度訪港 有碼頭商戶聯同不同品牌 星期五起在碼頭開始佔地5,000平方尺的市集 售賣有本地特色的手信產品 希望讓旅客及郵輪的員工 體驗香港特色手信以及比食文化 市集主辦單位之一 香港郵輪及遊艇業協會營運總監楊子晴表示 市集約有5,000平方尺 目前已有超過20個本地品牌加入 售賣的貨品包括預先包裝好的點心、餅和花茶等等 亦都正同幾個品牌商討售賣蝦醬 由於一般的蝦醬比較大瓶 旅客未必方便買酒 因此建議商戶考慮轉為小瓶的賣 楊子晴指 協會早前一項調查發現 外國郵輪職員大多數都希望拍案的時候 可以購買到簡單而且有本地特色的紀念品 因此主辦機構決定以超市的形式 由碼頭提供貨架及場地等參與的本地品牌只需要提供貨品 無需派出人手及租金 就可以給貨品上架 以及只需要與主辦單位分成冊帳一半 以及提供5,000元的保證金 他又指希望以市集作為試點 宣傳據本地特色的手信 即使在沒有郵輪拍案的日子 亦都有旅行團可以定期到郵輪碼頭 週末亦都會有不少市民前往 相信市集對他們都有吸引力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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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有兩者新聞 可以見 我們下期見 就在無限 unique 你下期見 那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